第74屆聯合國大會於9月17日到9月30日舉行 193個國家的領袖將聚集曼哈頓忠臣 紐約市警局巡邏長哈里森表示 23日到30日交通將會最為繁忙 尤其是24日美國總統川普將出席大會 當天同時也是大會辯論的開幕 交通管制將最為嚴格 從週日22日開始 沿著第一大道42到48階路段將封閉 但41到48階的地下道會維持開放 另外44到46階 第一大道到第二大道之間的路段也將關閉 其他多條道路也會做相應調整 在此時我們沒有正確的危機 緊急提醒民眾大會期間避免塞車 可以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騎腳踏車或到曼哈頓外停車 紐約市的共享單車City Bike 也將在此期間對三天通行票推出50%的折扣 新唐人記者王愈賀奧利福紐約報導 至少